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我想请Michelle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第二公主李昭南 我是第二公主李昭南 现在就住在湾区 也来自湾区的街里 小时候就是在香港出生的 过了来美国读书 所以你的中文讲得那么好 你几岁来美国的? 我是十六岁过来的 所以你中英文都讲得很好 真的是Truly bilingual 谢谢 G呢?G你好像是讲国语的 我叫王哥中文名 我也是来自湾区 我是今年的第三公主 然后在这之前也是2014年的青岛青山小姐 所以也是去住了很多社区 已经算是 已经做了很多社区的公益活动 已经很认识大家了 那这个Theresa呢? 大家好我是Theresa艾 我现在是24岁 现在在Academy of Art 读书 读着3D animation 我很开心可以来到今天这里 认识了很多女孩 在那个Pagin It's tru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resa你好像是在这么多位 你唯一一位不是在中国出生 或者是在湾区的 你是在越南出生的 是 我是在越南 我是在越南 对女性是这种侮辱 有些人呢就觉得 就好像有点stereotype 女性这种 那我不知道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想Michelle先麻烦您来讲一下 我感觉呢 现在选美其实跟以往的 赛制已经不太一样了 因为除了美貌之外 我们还要看我们的谈吐啊 那个智慧啊 才艺啊 才艺是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呢 其实不简单的 就不只是说站在台上漂亮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只看美貌的话 拍照已经足够 不需要在现场看大家的临场发挥 也都不需要说 摆那么多心思去研究内在美这个专题 所以以后呢 其实未必要只选华佛小姐 可以选华佛先生都可以的 没问题 我都觉得其实我们 现在Miss Chinatown USA 选的一些准则 不只是女性才适用的嘛 就是你说智慧啊 才华方面 其实男性都一样是那么重要的 嗯哼 那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G 您讲一下 您觉得是不是有这个 有些就是为什么要参选呢 其实 我觉得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四年前才搬到湾区来 以前我在东岸读大学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认识到这个群体 这个社区 因为我在这边没有家人 当时来的时候谁也不认识 然后通过选美 其实是给了我一个新的一个朋友圈 甚至是感觉有一个 在这里有一个家 因为大家都对我很好 然后尤其是这个华人社区 然后最后呢也是通过这个机会 然后参与了很多社区活动 真的是让我是很深入的 融入到了这个这个花园的大家庭 所以我也认识很多朋友 对 所以非常感谢这个机会 其实 那你说你是从东岸过来的 你还是会留在这边吗 还是会回去呢 当然留在这边啦 所以你不会回去了 对对对 现在这里已经开始建立一个 一个朋友圈 一个家庭 所以说就感觉很有家的感觉了 已经 所以Theresa你呢 我呢 现在就 before 参加这个 pageant之前呢 就很多人跟我说 一定要漂亮啦 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身材 来参加 pageant的 但是呢 我参加之后呢 我就发觉到很多女孩 是真是很聪明啊 很聪明的 一定要有才艺 兼有 兼好 即是内在美 内在美 内在美 是的 我之前 我七年前 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我是 不是很懂得说英文的 嗯 那我觉得 Pageant呢 是一个 好的方法 让我呢 就是 建立我自己的信心 那我现在觉得 我自己 可以坐在这儿 跟大家聊天呢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 那正如Theresa所说的 那以前的选美呢 其实呢 大家就算有注意 其他的选美呢 以前就像 美国小姐呢 都是有一定的高度的规定啊 而且一定要长得很漂亮 但是现在这几年 我不是说大家不漂亮 而是呢 就是说 现在要求呢 就是要看全面的发展 要看学历啊 要看大家的智慧啊 各方面 所以不光是美貌 那当然在座三位都是很漂亮 谢谢 所以我想问一下 Michelle 您这边 在community方面 您做了些什么贡献呢 嗯 在湾区 湾区里面 因为我自己其实 我深信呢 你做community service 不一定要有一个 持自己的机构去支持你 你想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自己 出自内心的话 就可以自己去 start一个 就是find一个 方式去贡献 那我自己呢 就几年前的聖诞 开始了一个叫做 blanket project的 一个慈善project 那我们每年呢 就会 我带来我的家人 朋友去 亲手画一些圣诞卡 亦都是收集一些物资 去给三樊市街头的老宿者 和他们 其实主要不是说给物资 他们的 那个重要性 而是我们要和他们聊天 令到他们 感觉到我们是重视他们的 那 除此之外 我自己因为media background 我现在在亚洲 有做选角导演 Casting Director 我经常就 把亚洲的一些 有才华的艺人 带去 荷里活 透过一个主流的媒体 方式 算是break一个stereotype 希望帮亚洲的艺人 争取一个更加好的位置 在主流媒体里面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点 因为现在在主流媒体 尤其是荷里活 大家看到西班牙裔都可能多些 但是如果是华人 或者是亚洲人 就真的少之有少 真的得以且确 所以王哥 麻烦你想一想你的未来 有什么打算做什么社区服务呢 对对对 我其实自己也是 在过去一年多 一直也是在这社区里面做了蛮多 我觉得接触了很多 我最喜欢的一个 我觉得是那个安老自住处 就是我们自己那个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那里的那一个 因为我在这边 就像我之前所说 我没有家人 然后我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都在国内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特别亲切吧 我觉得就每次去跟老人们在一起 然后就是感觉有自己 尽到一份孝心吧 就是我自己因为长辈都不在身边 所以说感觉是 有一个机会 可以尽到这个分孝心 所以也希望以后可以 更多的和这边的老人们接触 因为我知道就是唐人街 华府这个 我们非常多的老人 居住在那边 对 我们非常感谢三位 来到商界纵横 那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